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海绵爱生活 缅甸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国家 它的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好 是可以列入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 虽如此 但缅甸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那里的人们非常的淳朴善良 不过每个地方的习俗都有很大差别 在缅甸有一个民族叫做淡族 他们无论男女都喜欢在露天洗澡 他们不管是与家人或是与朋友都不分男女 可以一起在水中洗澡 因为淡族人一般都在靠水的地方生活 这就造就了淡族人爱清洁 喜欢在河边洗澡的习惯 于他们而言 青山绿水就是他们最佳的住处 在这里你可以大胆地看他们洗澡 甚至还可以拍照录像 这不会有人骂你流氓 缅甸女人洗澡一般不会避嫌 他们在江边洗澡也是为了更加方便 可以在江边洗澡的时候顺便也把衣服给洗了 不过他们虽然不避嫌 但这样的洗澡方式 他们并不会脱掉衣服 是穿着裙子洗的 这种方式不只是在淡族这样子 其实在缅甸这个国家也是很常见的 只是在其他地方的人不会像淡族人而已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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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